在一項關於同種類歐間複雜訊號相互傳遞過程的研究中 科學家們發現 在各種不同的鳥類混雜的群體當中 鳥仔可以對彼此發出的警告訊號做出回應 這可能是鳥仔後天學習的結果 也可能是與生俱來的本能 鹿也確實可以像小鹿斑鼻中的斑鼻一樣 接受鳥仔發出的警告訊號 但在樹林裡絕對不可能發生像小鹿斑鼻中描述的 各種動物間的相互交談之類的事情 不同種類動物間的交流只是限於警告 或表示憤怒之類簡單層面上的訊號傳遞 但毫無疑問的是 當一隻狼被迫到絕境而號叫咆哮 向敵人傳達智慧恐嚇的時候 其他動物也可以感受到與之相似的情緒 當然也有動物向其他物種傳達迷惑訊號的情況 例如某種癡性螢火蟲在飢餓的狀態下 可能會模仿另一種癡性螢火蟲的閃爍訊號 回應其他螢火蟲的求愛訊號 引有那種紅性螢火蟲來到自己身邊 然後肆意襲擊飽餐一頓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呢